布林肯和大陆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18号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谈 但双方针锋相对相互指责 向战场永远不断提供武器的是美方 而不是中方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号实力 我们也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 指手画脚甚至脅迫施压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 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劝和促谈 怒呛提供乌克兰战场武器的 不是大陆而是美国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要求美国自我反省 别栽赃别散播谎言 火力全开回应布林肯指控